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英里处的施里福空军基地的一个指挥中心 就可以让这个全球都依赖的卫星导航系统停摆 在这个中心负责保护着美国载轨的31颗GPS卫星 美军方内部发表了一篇题为 没有卫星的日子的报告 没有了卫星美国什么也干不了 甚至连组织一次战术打击都难以完成 此外 由于干扰GPS讯号甚至比摧毁GPS卫星容易得多 以至于伊朗这样的国家可以直接通过干扰 捕获美国的RQ-170无人机 其次 美国太空军难以形成独立作战能力 在经费预算上 2020财年美国国防预算是7380亿美元 但刚开始拨给太空军的只有4000万美元 用于建设太空军总部 虽然后续不断追加 但此前有分析估算 太空军组建首年就需要约33亿美元 最初的5年可能要花费大约130亿美元 这个缺口 不仅无法满足太空军干大事的需求 连最基本的独立自主都难以维持 在协同作战上 美军各军种都组建了自己的太空作战部队 而在国防授权法案中 只允许将美国空军太空部队人员 调动到太空军 其他军种的太空部队的去向 依然悬而未知 如陆军的近地卫星通信系统 海军的海洋卫星监视系统 与本军种的作战需求高度相关 因此都不愿将这些移交给太空军管辖 此外 出于自身利益考量 美军各军种对向太空军推荐人员 都持消极的态度 对所属太空作战力量 转立至太空军也颇有为辞 马上前空军 本集中Н集中 直 crater部队人员